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斯普拉肉知識給你飽滿多知的小知識 標定於3月31號 斯普拉頓將進行3.1.0的平衡性更新 這一波將針對各個武器 特殊武器來做調整 終於環境可以小改一波了嗎? 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我來說說強化組的武器吧 第一個 太空射擊槍 本次太空射擊槍將移動速度調整增加10% 射擊時更容易塗到腳下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黏腳的風險 日前有聽過很厲害的太空射擊槍 使用的就是爆人速的打法 走得超快 猶如巴伯羅 打都打不到 相信這一次的強化或許我們也可以來試試看這個做法 第二個 猩猩爆破槍 原本暴風範圍就是最大的猩猩爆破槍 這一次以70傷害的暴風範圍還要再增加50% 這真是不得了啦 我猜一定會有一大波猩猩爆破槍出現啦 50%暴風增加真的是很大欸 我猜兩巴應該60度範圍內一定都打得到 這一下呢 幾乎只要是被摸一下就準備回家了吧 第三個 寬滾筒 這個全球一致功能最佳沒有存在感的武器 寬滾筒這一次是第二次的buff 將直劈的一確距離增加15% 老實說寬滾筒打的真的是蠻遠的 然而最近我也有在想一些詭異的戲劃 寬滾筒絕對是我心中的人選之一 擾刃不斷強化寬滾筒 我想這一次的更新給他一個機會 各位朋友們不妨也給我一個機會如何呢 第四個 鉛筆GRPEN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這番武器其實不錯啊 就以概念上來說 續好5發 砲槍還可以再補 雖然他不能潛墨蓄力 但他的距離堪比斯普拉蓄力槍 老實說我也想給他一個機會 這一次的強化呢 是將一發的傷害距離從60提升至68 應該是為了讓有帶傷的人更容易被摸到 第五個 飛劍波筒 在二代其實有不少人使用飛劍波筒 而且非常的可怕 因為他的距離夠長 高低差打擊超強 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地步 但三代似乎就少了點 這一次呢 就是針對高低差來做強化 將高低差的傷害衰減減少至50 也就是說最少衰減傷害也會有50 你在低處 我在高處最多潑你兩下 讓你回家 大概是這個意思 第六個 斯普拉旋轉槍 在新版聯名的出現 毒物加防護罩 我是覺得很可怕啦 現在這把最輕型的旋轉槍啊 他的連射射擊時間呢 增加了17% 我之前在用的時候呢 其實就覺得他的蓄力激發 真的是太短了 沒想到這次竟然大大的增加 自發是我心裡覺得確實 老人都會聽到 那我以後要多多許願才行了呢 第七個 劍渡槍 其實呢 已經是一把很彈的武器的紅牙刷 也就是劍渡槍 沒想到再次的被增強 牙刷的翻滾後硬質其實不算太強 但我很驚訝這次又再度縮短了 翻滾後的硬質時間減少了4格 4格是什麼概念啊 遊戲的幀數呢 是1秒60格 所以呢 也就是4分之60 減少大概0.06秒 可能會有不少人覺得 這哪有感覺啊 我跟大家說還真的有 這種射擊動作遊戲啊 差那麼一點真的有差 加上你是否有時候總會說出 差那麼一點點 沒錯就是差這個一點點 可能就可以讓你贏或輸 升或尺 第八個 斯普拉機動槍 同樣是在場上 不算多數的斯普拉機動槍 要增幅的是 翻滾速度增加4格 0.06秒左右喔 這真的會不得了耶 等於加速翻滾啊 在預判它的方向時 可能要提早了 在二代的時候呢 這斯普拉機動槍 還真的是有夠多人在使用 我相信如果老人後續 推出一些不一樣的貼牌 使用率一定會大大增加 第九個 LACT450 楊樂多在導彈修正過後 使用的人呢 超巨大幅減少 所以說現在BUFF他 當然也是情理之中 這次的調整 蓄力後的擊中判定 相信呢 應該是更容易一卻了 然而在蓄力的過程中 移動速度也增加百分之二十 這其實增幅不少喔 楊樂多會不會有機會 像是油快捷一樣 變成高機動性的狙擊武器呢 接下來說說特殊武器的增幅吧 第十個 標線器 擊中時的地板突破半徑 竟然增加了百分之百啊 等於你被打中的時候 一定會黏角角耶 這個對於標線器好手來說 真的是超大增幅 希望有朝一日我會使用啊 第十一個 吸墨機 起始前段的吸墨範圍半徑 增加百分之十 相信這樣更能在大集火區開起來了吧 收集強大的火力 來幫隊友開路吧 第十二個 鯊魚墮漆 這次也是二度BUFF喔 遠程暴風半徑增加了百分之十七 塗地半徑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 這個增幅非常的大耶 我實在是驚訝喔 上一次的強化呢 我在對戰中就已經有強大的感受 沒想到這次又再增加範圍 我看真的看到鯊魚只能先跑了 除非我自己的手夠長啊 第十三 噴射背包 在二代出處可見的背包 現在三代可是寥寥如其啊 這次的增幅呢 近暴風的半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 按下B鍵上升的高度也增加了 這邊我相信應該會有朋友不知道 噴射背包開起來的時候 按下B鍵它是會咻的飛高高 雖然說只有短暫的一下 但也是非常實用喔 第十四個 終極印章 印章這次的增幅呢 在於連續打擊的時候 攻擊半徑增加百分之四十三 這其實超級大 因為印章呢 現在大家都會從側邊 或是從後端來攻擊 這次半徑的增幅啊 可以讓近距離想要繞背打的人啊 順勢被波及到 我覺得這個很錯耶 好的 以下來說說被弱化的部分吧 十五 快速炸彈 滿場充製的水球水球水球 就像是撥水結一樣 相信很多人白眼已經翻了365圈 這次水球預設的墨水消耗 從百分之四十增加到了百分之四十五 第十六個 螃蟹 塔克一度被弱化的螃蟹 今天又再次的被弱化 從移動的模式轉換到攻擊的模式時 會發生大概20格的硬值時間 大概是0.33秒 這其實有點而長呢 然而SP結束的時候 硬值的時間也會變長 等於開完死掉的機率更高了 這一刀砍的可真兇啊 第十七個 帝王魷魚 帝王魷魚 霸王戰塔流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經見識過了 老任我聽到你們的聲音了 這一次弱化帝王魷魚的部分 真格塔樓 帝王魷魚在塔上 受到攻擊時更容易掉下去 然而在真格蛤蜊 如果變身成帝王魷魚 蛤蜊會散落一地 就像是開殺旅一樣會炸開 第十八個 點九六佳倫 配備帝王魷魚的新貼牌 點九六佳倫在場上 處處可見 帶著水蓮長射程 哪一個YT大佬的影片看不到呢 索性這次的更新 將SP所需要的點數從200提升到210 大大增加了SP累積的難度 接下來呢 我們來提及一些小變動吧 第十九個 碳纖維滾筒 這次碳纖維滾筒的BUFF還不錯呢 將終極發射的SP點數量從200降至19 更容易擊滿了 第二十個 飲料戰 飲料戰呢 我一直都覺得 丟的距離也太短了吧 而且要可以拿到的距離 也太短了吧 然而今天呢 SP投擲的距離增加了33% 拿取飲料的距離增加了100% 這樣子就對了 飲料就是要容易可以喝到才行嘛 第二十一個 暴風減輕技能 這個技能呢 大多數的朋友都不會使用 但這次的強化很不錯喔 特別針對了快速炸彈 及碳端炸彈的減輕傷害 有明顯的效果 這樣大家應該或多或少都可以塞個0.1 防止水修或是可樂的暴風傷害 第二十二個 最初衝刺 我來老實跟大家說 這個技能 我還真的是從二代到三代 從來都沒有用過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出動就要衝刺啊 然後每次都還是衝第一個 這個SP呢 在對戰的開始前 30秒內都會大幅提升 提升的內容呢 是人數 遊數 安全血跟行動強化各0.3的效果 欸 奇怪 我沒有查過原來加這麼多 所以其實很強耶 這次平衡性的調整呢 也做了強化 如果原本你在這個效果的期間內 有擊殺或是助攻 會額外延長7.5秒的效果 現在這個延長的效果呢 再延長至15秒 但我不確定說這個效果是否可以累加 或誘者是說是最多到45秒 然而效果期間行動強化的效果 大約等同於三顆大顆的 這實在是太猛了吧 好的 以上呢 是這次3.1.0平衡性更新 真格模式部分的介紹啊 很快就要更新了 環境就要改變了 大家是否期待呢 你又覺得這次的改變如何呢 不管你有任何的想法建議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哦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 分享你的心得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